夏天就快到了 没有想到最近花莲有不少民众 为了防虫大扫除 却让自己不小心中毒送医 最密集的时候 还曾经光是一个晚上 就送来两位患者 急得医护人员赶紧发文提醒大家 在打扫时 千万不要把这两样东西混在一起了 就是漂白水 以及含有盐三的清洁剂 一不小心混合使用 可能会有滤中毒的危机 不但您的眼睛会感觉刺痛 呼吸困难 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漂白水消毒加上清洁剂 简单打扫动作 小心中毒危机 近期花莲有护理师贴文 提醒民众别再将盐酸和漂白水混用了 近期有民众新冠肺炎刚痊愈 打扫时又错误混用清洁剂 黄绒痛还继续忍痛打扫 吓得家人紧急送医 而且他不是个案 任方表示过去一周 几乎每天都有民众绿中毒送急诊 最多一晚送来两名患者 让医院直呼 真的危险 清洁用笔应该是都设计来做单用而已 他不需要再混加 专家指出漂白水含有氯元素 如果也含有盐酸的清洁剂 进行化学反应会产生氯气 氯中毒时不只会让眼睛刺痛 呼吸困难 严重时甚至会丧命 这个氯气就是真的对人体有伤 有伤害有毒性的气体 然后它会让你的那个呼吸到灼热 急诊室主任也表示氯气中毒没有解毒剂 民众身体不适时赶紧离开现场 将眼睛皮肤露出的身体部位充水 并尽速送医 也提醒民众打扫时还是得多留意化学用品 也要保持空气流通 以免环境还没清干净 就先伤害身体 记者曾经夜花联报道